今天给大家叨叨叨叨菊花 因为现在秋天到了 政治要菊花的时候 首先我给菊花争个名 争什么名呢 菊花这个东西呢 它在入冬的时候呢 你还能看到它的花 有些甚至说下着雪的时候 那个菊花还在着 它都被冰封起来 也就是说这么严寒的条件呢 它能一直开到那个时候 不畏惧那种寒霜的那种感觉 它的花语呢 是那种勇敢 刚毅 是吧 就是很正能量的一种花 一般烈士啊 那种场景啊 去祭奠的时候会用到 它是形容一个人 很高尚的品格 结果呢 就被一些个人误以为啊 白色的时候用的花了 所以说你也可以看到啊 一些个节日 你比如说教师节 也会送一些菊花 你包括你是老师也好 你是学生也好 你不用觉得尴尬 这玩意不是说 送给白色的人了 好吧 咱们接下来继续说菊花的养货 菊花呢 它是在秋天会长得比较哇塞 为什么呢 它在晚上的时候 它也在生长 白天光到比较充足的时候呢 它就积蓄自己的能量 到了晚上的时候拼命的去生长 所以说呢 喜欢这种大温差 喜欢这种长日照 尤其是像新疆云南 还有咱们北方的这种秋天 有温差的时候 它会长得更好 花开得更艳丽 你要是说在夏天养的时候呢 特别热的时候呢 它就表现的状态没有那么好 那很多花友问这个花期怎么管理 为什么养养不行 它菊花它就喜欢这种环境啊 你热了不行 冷了点没事 好多的菊花都可以去过冬 我手里面拿着呢 这个是个牵头菊 牵头菊这个 它是一个嫁接的 花友们在养护的时候 也要盖它这个点啊 开完花之后 你就修剪修剪 冷一点没事 别给它冻死就行了 别零下十几度 它状态不好很正常 只有到秋天的时候 它会长得很好 明白了吗 就跟我大妞子一样 它到晚上的时候 它特精神 白天的时候 你又看着死没牙 都睁不开眼 一到晚上就来精神 知道了吧 所以说这是人的一个状态 菊花也是相同的道理 喜欢光照 喜欢冷凉一点 喜欢大温摊 喜欢日照 其他季节表现不好 不用过于担心 现在这种满是花苞的时候呢 可以用些零酸热性甲 促进它的开花 因为花苞太多了 如果说肥料也供不上的话 就会开不开 花友们也要盖在这个点 如果说大家喜欢菊花的话 给大家整了一些个 不多放到下方购物车了 就这种下街的牵头菊了 都是泥土养的 现在菊花很少去用营养土养的 这个没办法 行业还是有待于发展 好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影片关于菊花的一个事 分享给了大家 我是老花一 点花最赞一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克服 优独播剧场——